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宇 演播 摩仙 摩力 第411章夜语泛舟天兰河 看了欢喜雀跃的青衙一眼 苏语最终还是拒绝了 带着袁恒一起离开 这让青衙呆滞了片刻 直至目送苏语她 她们的身影消失 这个清秀活泼的少女才回过神世的 失落怅然 难难道 师尊 他们是在嫌弃我们吗 凌云和顿时心疼 连忙安抚道 哪可能 以我看 是那要求的主人物字心存芥蒂 对我们之前误会那要求的事情有些不满 再加上 咱们毕竟是萍水相逢 非亲非故 对方拒绝和我们一起同行 才是正常的事情 青衙无了一声 想了想 道 原来是这样 哎 我本以为修行问道 便可不理会人情事故 那曾想 修行者之间的关系 也这般复杂 凌云和不有苦笑 这也较复杂 是你这丫头第一次下山 太过天真罢了 她从袖袍中取出一颗饱满鲜红的火桃 递给青衙 吃点东西 青衙欢呼一声 抓住火桃便大口吃起来 清秀明镜的小脸上满是幸福和欢喜 她含糊说道 这世间事 没有什么是一颗桃子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就再吃一颗 凌云和认真说道 对了 青衙笑的眼睛弯成了明亮的月牙 凌云和也笑起来 满脸的疼爱和宠溺 她这个徒儿 在修行之道上 天资极精艳卓绝 活脱脱一枚千年难遇的小妖孽 搁在大旗 纵观天下之辈 无人可及 搁在宗门 系数过往八百年 无人能比 可唯一让凌云和担忧的是 青衙心情质朴纯净 天真无邪 不懂事事诡谓 人心险恶 在下山游历时 最容易吃亏 甚至是受到伤害 像此次前往大夏时 凌云和便放心不下 于是亲自陪同青衙一起同行 师尊 刚才那要求朋友的主人 真的很厉害吗 青衙催生问道 厉害 凌云和想了想 说道 起码在神魂力量的淬炼上 远超他自身的修为 说到最后 他眉宇间稍稍有些凝重 像刚才时候 就连我都不曾察觉到他靠近过来 青衙眨巴着眼睛 惊叹道 这可真是了不起 哈哈 等咱们到了大夏 你就会知道 这世上厉害的人物 何其之多 比那夭秀的主人 更厉害的角色 也绝不在少数了 凌云和笑起来 是吗 那师尊咱们快些赶路吧 我对那一场蓝台法会可期待很久了 青衙两眼发光 期待不已 当即 师徒二人也起程离开 天光大亮 草西村 小女孩曹安睡醒了 直觉浑身舒服 精神十足 他爬起身来 走出了大门 就见哥哥曹平站在大门不远处 仰头看着门眉处 神色正正 曹安抬眼看去 就见门眉上 贴着一张红纸 上边写着四个字 哥哥 那四个字怎么念 曹安好奇问道 他年龄小 还没上私塾 并不认识那四个字 平安是福 曹平南南 这是那位神仙般的大人 留给咱们的 我刚才把这符字贴到门眉上后 越看心中越舒服 好像开了窍似的 精气神十足 平安是福 曹安默默念着 旋即反应过了似的 喜自自道 哥哥叫曹平 我叫曹安 加起来便是平安 神仙哥哥写的字 是祝福我们俩平平安安的 曹平恩的一生 也很高兴 没多久 村里的一些长辈路过这座简陋的庭院时 目光都不禁被那一副高挂门楣上的红纸黑字吸引 这字谁写的 让人看着就舒服 有村里的老人嘖嘖赞叹 不少人都点头不已 那四个字看似没什么 可却让人感到心神清明 满怀愉悦 曹平小子 我给你家一头粥 你把这副字让给俺如何 村里的屠夫大咧咧开口 他常年宰杀生畜 浑身血沙气息十足 性情也变得暴力许多 可当远远看到那幅字 他内心罕见的平生许多安宁清和之意 浑身都一阵舒服 这是神仙哥哥留给我们的 才不会卖力 曹安大声说道 众人都不禁笑起来 明显都把曹安的话 当作小孩子的说笑了 很快就陆续散去 那父子再好 可对他们这些乡野村民而言 也比不上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类生活物资 只是没有人能想到 从那天起 曹平和曹安这对贫寒兄妹的命运 却就此悄然改变 匆匆齐天时间过去 出国境内 天蓝河 深夜 雨水绵绵 一艘乌棚船飘在浩浩荡荡的大河池上 雨水飘落在船棚上 发出沙沙的声音 苏意随意躺在藤椅中 身旁红泥小炉上 烫着一壶酒 夜雨稀稀利利 河水滑花作响 淡淡的酒香在船舱中阴晕 让人心神都似得到一种洗涤和抚慰 这玄武八十印虽止九招 每一招所蕴含的奥秘 足够让你毕生受用无穷 苏意已太慵懒 欣赏着夜雨下的天蓝河 随口道 之前 我已将翻山印 倒海印 福天印这前三招的奥秘一为你阐述 接下来就要靠你自己亲家修炼了 以你的根基 若能将这三招的奥秘吃透 淬炼到收发由心的地步 即便是碧骨镜修为 也能和那名叫凌云河的巨星镜修饰分庭抗礼 说吧 苏意拎起红年小楼上的酒壶 为自己珍满一杯 一眼而尽 袁恒心在激动 手在颤抖 离开福天岭后 苏意这一路上 便在指点的修炼玄武霸式音 到如今 已将前三招的奥秘倾囊相守 以袁恒的眼力 自然清出 这门战斗秘法是何等恐怖 远不是寻常秘术可比 多谢主人赐法 袁恒跪地叩谢 苏意道 起来吧 他目光呼的一眯 望向远出广阔的河面上 就见一艘巨大的宝川出现 华灯流彩 璀璨明亮 将那片夜色都驱散 宝川足有数十丈长 其上楼阁矗立 人影闯闯 似是在进行艳影 远远地变飘了一阵欢声笑语 偶尔有琵琶 古针 玉霄之音响起 似是在为宴席中的客人助兴 主人 那船上好多修行者的气息 袁恒惊讶道 他本体乃是金元 在这片蓝河上 感应有为灵敏 一下子就辨认出 那宝川上 有多多修道者的气息汇聚 让那宝川附近的天地 都呈现出一种黄黄气象 那艘宝川 是一件圆的灵丁 宝川上最强大的一缕气息 当来自一位巨星镜修士 苏义的神念何等强大 自然也早已洞察到这一点 甚至从那宝川上释放出的气息中 就辨别出宝川上有着一位巨星镜修士坐镇 这大楚果然不简单 不愧是苍青大陆上百个国度中 足可排名前五的世俗之界 袁恒感慨 苏义点了点头 这大楚修行界的底蕴的确不俗 之前在进入大楚境内后 他就打探到许多有价值的消息 在大楚境内 足有十三个修行势力 并且这些势力中 或多或少都有着巨星镜修士坐镇 而要知道 无论是大洲 大魏 还是大秦镜内 各自镜内最强大的修士 也只是原附近层次而已 后来 随着了解 苏义才知道 在苍青大陆上 唯拥有巨星镜强者坐镇的国度 才称得上是当时大国 没有巨星镜强者坐镇的国度 只能算边缘小国 而这大楚的修行势力之上 可排进苍青大陆上 百个国度中的第四位 由此可见 大楚境内的修行势力 何等强盛 至于排在大楚之前的三个国度 分别是排名第一的大夏 排名第二的大汉 排名第三的大旗 主人 那宝川之上 有一道神念刚才曾扫视我们这边 远横猛地低声开口 不必理会 苏毅也察觉到了那一股神念力量 不以为然地说道 当武鹏川远远地和那一艘灯火通明的宝川擦肩而过时 就见一道身影忽地立在宝川平栏处 摇摇看过来 那是一名身着滑袍 云碧雾环 娇媚如火的女子 一对漂亮的眸似星辰般明亮 远横眸子冷芒一闪 察觉到刚才那从扫来的神念再次出现 落在了自己身上 显然 神念正是来自那滑袍娇媚女子 两位道友面孔陌生地喊 想来并非我大楚境内的修士 既然有缘在这地蓝河上相见 可愿上船一叙 滑袍娇媚女子开口 让诺沙哑的声音 清清楚楚传入乌棚船上 远横目光看向苏义 后者摇了摇头 远横当即说道 多谢降妖 我和我家主人还要赶路 就不打扰诸位雅兴了 滑袍娇媚女子笑了笑 没有再说什么 静静地目送她们的乌棚船 在雨幕中远远离开 那女人着实奇怪 刚才时候 看我的眼神就如盯上了雾斑 原本我还以为 对方忽然出声邀请 定是别有意图 不曾想 她最终却什么也没做 乌棚船上 远横皱眉不已 苏义淡然道 她幸好什么也没做 刚说到这 在她腰盼养魂湖内 忽地产生一阵微微的震颤 请关注我们们频道 谢谢 欢迎继续观看 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肖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力 第四百一十二章 清晚的结束 宝传上 娇媚似火的 画长女子折身 返回宴席上 就见这宴席上 高棚满座 男女老少皆有 都是来自大楚境 那个大势力中的修士 无疑不是世间 舞者眼中 只能仰望的存在 而这画长女子 则端坐于上手作席上 尿化夫人 刚才莫不是发现了什么 一个墨袍挥发老者笑呵呵问道 在座其他人的目光 也都看过去 之前时候 妙化夫人呼得起身 前往宝船平栏处 远眺河面上出现的 一艘乌棚船 这一幕 早引起了不少人注意 被称作妙化夫人的 华长娇媚女子笑了笑 道 说了倒是有意思 之前那一艘乌棚船上 有两名修士 其中一个则是妖修 妖修 在座众人揭露出一丝意外之色 那墨袍挥发老者眸光闪烁道 若真如此 刚才那妖修 定然不可能是来自咱们大楚境内 众人接点了点头 三百年前 大楚境内十三个修行势力 一起联手 下达灭妖令 号令天下修行者一起出手 灭杀世间妖修 历经近十年的努力 几乎将大楚境内的所有妖修灭杀一空 到如今 这是件妖类 早已如同绝技 这等时候 一个要羞乎的正大光明 递出现在天蓝河上 并且还不知道遮掩自身气息 根本不用想就知道 这妖修定不可能来自大楚境内 据我所知 妙化夫人最是艳增妖修之辈 既然刚才发现对方的踪迹 为何不将那妖修留下来 一个身影兽靴 欲炮搏带的中年男子问道 妙化夫人抿嘴一笑 道 以前的大楚 妖修横行 为何天下 到处是乌烟瘴气的景象 所以才有了三百年前的灭妖行动 到如今 大楚境内 妖修近乎于灭亡 我纵使艳增妖修之辈 也不至于无缘无故就通下杀手 顿了顿 他目光看向坐在不远处席位上的一位道袍男子 笑说道 更何况 今晚还有来自大齐的领导友在 再去打打杀杀 可就大杀风景了 若苏义和袁恒在此 一定能看出 这道袍男子正是陵云和 而在陵云和身边坐着的 则是少女青衙 青衙终究没忍住好奇 道 这位前辈 你为何慧艳增妖修你 妙化夫人笑吟吟道 萧游只需记住一句话便可 非我族类 齐心必义 青衙摇头道 天地万物皆有灵 无论妖修 鬼修 还是我们人类修士 皆是大道路上的求索者 只有对错善恶之别 而无高低贵贱之分 此话已出 宴席上的气氛沉温不少 对大楚的修士而言 灭杀妖修之辈 就等于实在为世间 正生产出祸患 替天行道 天经地义 这等情况下 青衙这番话 就有些刺耳了 妙化夫人戴眉微咒 凌云和笑说道 我这徒儿第一次下山游历 不同世事 若有得罪 还望诸位莫要与之计较 妙化夫人奄然一笑 道 这哪谈得上得罪 刚说到这 呼得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 妙化夫人美眸微宁 从要盼摘下一串银灿灿的铃铛 铃铛表面镌刻着 诸多灰色古怪的图腾 荧光流转 不断振颤响彻 见此 妙化夫人目光一扫在座证人 道 诸位 这天来和尚 疑似有机强大的鬼物出世 此话已出 在座修士皆露出惊叉之色 奇了怪了 今晚碰到一个 妖秀遗寒让人意外 现在竟还有鬼物出没 妙化夫人道 这鬼物竟能让我的 银销铃铛产生异响 注定非寻常可比 诸位可愿随我一起去看看 众人皆答应下来 当即 妙化夫人起身 袖袍一挥 银销铛破空而起 如有通灵般 朝远处夜色中掠去 妙化夫人和其他修士一起 顿空跟了上去 夜雨绵绵 就见一片绚烂夺目的顿光腾起 照亮夜色下的天蓝河 宛如神红似的 朝远处飞去 凌云和与青崖也在其中 师尊 这世间的修士 都喜欢斩杀妖鬼之辈吗 青崖问 凌云和摇头道 并非如此 这大处境内的修士 在一千十号 藏河妖修 鬼修之辈结下血海深仇 双方势通水火 无法并存 哪怕到如今 对大处修士而言 灭杀妖鬼之辈 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青崖恍然道 原来如此 夜色深沉 滚滚黑云涌动汇聚 一座毗邻天蓝河的 大山之巅 苏义覆手于背 望着那天穷上 不断汇聚的结云 道 这是属于你的化形之节 度过之后 便能凝聚成一副灵驱 成为一名真正的鬼修了 旁边 一席血色群长 眉目如画般 青丽的青碗凭空漂浮 眉梢间尽是紧张和忐忑 之前在乌棚船上 察觉到养魂湖的一顿后 苏义这才了解到 青碗在修炼时 心有所感 察觉到了一场 针对他的劫难即将来临 苏义顿时意识到 青碗已经到了 从妖灵之身 蜕变突破的时候 那一场即将来临的劫难 便是他退化临身 踏上原道修行之路的化形之节 于是 苏义当即行动 带着青碗来到了 这座大山之巅 为渡劫做准备 现实 婉儿倒是不怕渡劫 就是担心万一渡劫失败了 以后舅舅再无法陪伴您身边了 青碗怯生生开口 声音轻润软弱 有我在 哪可能让你出事了 苏义审笑 你且专心渡劫便是 无论发生什么 皆无需理会 一场小小的化形之节罢了 以青碗的底蕴 足可轻松化解 须知 青碗灵体本就无比纯净罕见 在鬼物之中 称得上是根骨清奇 底蕴卓绝 再加上青碗修炼的 乃是十方修罗经 这等鬼修一脉的至高道点 这一段时间来 又有自己的悉心支点和教导 哪可能会被一场化形之节难倒了 恩 青碗狠狠点了点头 少女深呼吸一口气 清理略显婴儿肥的小脸上 紧张和忐忑之色一扫而空 变得平静而坚定 所以悄然退开 主人 青碗姑娘所迎来的这场化形之节 可要比我当初遇到的更可怕 远横眉梢间尽是凝重 此节虽还未曾真正形成 和天地间弥散的劫难气息之上 让她都感到一阵心惊肉跳 此节的确很不寻常 不过也谈不上太逆天 苏以随口道 和她当初她入壁谷净时 所遇到的那一场竞技般的劫难相比 眼前这一场针对清满的大劫 只能算正规正矩 和当然 在藏经大陆的修饰眼中 这等大劫已堪称旷世罕见了 天穷上 劫云欲发厚重 压抑人心 忽地 远处夜空中 出现一片绚烂夺目的顿光 朝这边急速掠来 足有二十余人 浩浩荡荡 阵容强大 当远远的 看到山巅上正准备度节的清晚时 一阵嘈杂的声音随之响起 好可怕的听节气息 那鬼物莫非是一只鸡年老鬼不成 有意思 这鬼物是要度化形之家 什么时候 这天蓝河附近 竟藏有这样一个厉害的鬼物了 管它是什么来历 此此等孽障 必当予以毁灭 从世界抹出 声音还在回荡 那一群修饰已迅速靠近过来 气势汹汹 主人 是刚才宝船上的那些修饰 远远的 当看到这一幕时 圆红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苏义安了一声 神色淡然如旧 牛头对清晚说道 记着我说的话 专心度节 无需理会其他事情 清晚原本也被这一幕惊到 当听到苏义的话后 心中就如找到了最坚实的依靠 身心皆平静下来 他低声道 见诗 我我若化形成功 也也可以称您为主人嘛 少女睫毛微颤 似有些羞涩和忐忑 也带着一丝丝的期待 都快渡劫了 脑瓜子想什么呢 苏义亚人失笑 等你渡劫成功 随你怎么称呼便是 清晚灯时笑起来 清丽的小脸都焕发出一种 别样的神采 狠狠点头 恩 而后 他转过身 望向天穷 娇俏 绰约的身影上 有一股佩然无比的强大气息在运转 一对深邃美丽的丹风眼也变得深邃而明亮 少女眉目如画 群肠飘液 如若鬼中仙 气质幽冷似血 嗖嗖嗖 破空声响起 那群修是陆续抵达 立足距离山巅不远处的虚空 为首的 正是一席滑袍 娇媚似火的妙化夫人 当看到苏义和袁恒的身影 妙化夫人这位大楚巨星镜顶尖人物 一对带眉不由微微皱起 道 是你们 几乎同时 站在人群后方的陵云河 清雅师徒二人 也是认出了苏义和袁恒 皆是一正 师尊 他们 清雅张嘴要说什么 就被陵云河不动神色的制止 传音道 莫要声张 且看看情况 清雅无了一声 眨巴着水淋淋的大眼睛 好奇地看着远处凭空漂浮的青腕 神色间不由浮现一抹惊艳之色 呀 好漂亮的鬼修小姐姐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有声文学播讲 请关注我们们频道 谢谢 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作者 萧锦宇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四百一十三章强敌环四我自视若无睹 劫云厚正 气氛压抑 以妙化夫人为首的二十余位大厨修士 平须而立 每个人气息强横 光下流转 将这座山巅附近的虚空封锁 可苏语却视若无睹 双手腹背 望着天穷处 这一场针对清晚的大劫 不出片刻 就将降临了 玄横神色警惕 叙事以待 他看得出 来着不善 妙化夫人认得他们 那墨袍挥发老者问 诸位且看 我之前所说的要求 便是那人 妙化夫人抬起玉手 摇摇一指玄横 啥 所有目光都齐刷刷 他看了过去 原来是他们 众人都恍然过来 则 没想到 这妖羞身边 竟还有一个 要杜劫的鬼物 简直是狼狈为奸 横戏一气 懦袍挥发老者冷笑 言辞间尽事不屑 袁横脸色已沉 眉梢涌起怒意 目光看向苏语 上次在浮仙岭山神庙时 由于他擅自出手 让苏语曾告诫他 以后行事不可鲁莽 当低调一些 这一次 他纵实愤怒 倒也记得苏语叮嘱 就见苏语看向天穷的 目光挪移 扫了远处虚空那些 大楚修士一眼 这才淡然开口道 靠近山巅十丈之地者 死 话语随意 轻描淡写 场中一记 妙华夫人等大楚修士 皆错愕 这少年明明必古境修为而已 但那神态和语气 确净一副士群雄 柔无误的姿态 简直嚣张到极致 反倒是凌云和 见识过苏语的行事风格 相对淡定不少 可他心中也物自疑惑 在场这些大楚修士 最强大的儒妙华夫人 足有巨星竞争 西修为 而能够参加他在宝传上 所设宴席的角色 也都不是寻常可比 仅仅缘附近人物 便有识余人之多 就是那些壁谷境修士 也个个都有着后期 乃至大圆满的修为 搁在这大楚境内 以堪称是第一流的阵容 换作一般修士 面对这样的处境 早已胆寒绝望 惶恐不安 就是换作使他凌云和 都得做好抽身而退的打算 可苏语 非但依然不拒 还一副描述一切群雄的淡然姿态 这让凌云和烟能不惊讶 敢问小友尊姓大名 来自何地 尸成何人 妙化夫人看出 苏语应当是有恃无恐 态度也变得慎正不少 苏语没有理会 他胆了胆一扇 随意坐在了一侧岩石上 目光看向今晚 少女一身道行 以全力运转 叙事到巅峰地步 观摩着他身上的气息 也让苏语彻底安心 以清白的道行 左渴独自轻松应对这场画形大劫 而不必他来出手帮忙 苏语没有开口 袁恒自然不会多说一个字 他双臂抱胸 冷冷扫失这些大储修士 妙化夫人和那些修士的脸色 皆一点点阴沉下来 直觉内心尊严都在遭受挑衅和践踏 以他们的身份 搁在这大储境内 谁敢这般无事 小小壁骨镜而已 却如此狂妄 纵使他来历不凡 就凭他和妖鬼之辈私混在一起 就知道注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一个威严十足的黄袍终年冷横 妙化夫人 以我看 根本不必和他们废话 先将那妖羞和鬼物一起杀了便是 一个黑 一青年杀气腾腾 此话一出 在场那些大储修士皆唇唇欲动 妙化夫人一直盯着苏语 和让他皱眉的事 后者在此时此刻 屋子如眉市人般 淡定从容 魂不见一丝慌张 便在此时 凌云和干渴一声 沉声开口 诸位能否听凌某一言 顿时 所有目光都汇聚在他身上 道友有何指教 妙化夫人轻声问 凌云何道 数天前 在大梁境内的浮仙岭上 凌某曾和那位小友有过一面之缘 确信对方并非斜碎之辈 不如诸位高抬贵手 此事到此为止 如何 妙化夫人和其他修士皆皱眉 凌云和乃是来自大旗的一位顶尖人物 拥有巨星性修为 他的态度 谁也不能忽视 可让他们就这般收手 不止颜面挂不住 谁又能甘心 道友 你们只是萍水相逢而已 以我看 最好还是莫要掺和进来 省得闹得咱们双方不愉快 妙化夫人神色冷淡道 凌云和刚要说什么 远处山巅上的苏义已开口道 良言难劝该死鬼 这件事你和你那徒儿袖手旁观便可 眼见苏义开口 袁恒这才说道 不错 两位且请置身事外 至于这些家伙 他们要找死 怪不得谁 他们主不二人 一个比一个语气强横 让得妙化夫人等大储修士皆不禁怒急而笑 嚣张 哈哈 这些孽障都已身处绝境 有如此猖獗 这是完全没把我等放在眼中啊 良言难劝该死鬼 这句话是说给你们自己听的吧 那些大储修士皆怒了 杀鸡如潮迸发 铺天盖地 令这片虚空的云层都崩散消失 凌云和暗叹一声 这等局面 那还有他插手的机会 让我来试试 这大言不惭的小家伙 究竟有多大能耐 那一袭黄袍 神色威严的中年冷冷出声 说着 他凌空踏步 朝远出山巅靠近过去 欲沉静 毕谷静大圆满修士 大储一流势力 鸣血刀宫外门长老 一位名吉一时的刀修 他所修炼的摩天逆灵刀 在大储静内极富盛名 号称一刀之下 可断千丈大山 血山为赫 在所有目光注视下 瑞臣静手握一柄四尺 长金色长刀 一妹 很快就来到距离那处山巅 十丈距离的虚空前 而此时 苏义坐在那岩石上 屋子没有任何反应 瑞臣静见此 不禁冷亨 孽障 你若再不出手 这十丈距离 我自可如履平地 说着 他买步踏出的同时 手中青色长刀猛的一挥 耍 一道耀眼的青色刀气炸现 照亮夜空 直似一头青龙掠空 带起磅礴无量的锋芒 朝苏义斩去 快得不可思议 苏义眼皮都没抬 看也不看 随手一指点出 砰 一道青色剑气 从苏义指中静视而出 以催孤拉朽之势 将那一道耀眼的青色刀气碾碎 破碎声如爆竹 激荡虚空 而后 剑气于是不解 在瑞辰静还没有反应之前 就冲到了他面前 开 瑞辰静瞳孔骤然收缩 浑身汗毛倒树 浑身气急空前轰鸣 被运转到了极致 猛得扬起手中青色长刀 可不等他挥刀斩出 那一道青色剑 即便摧垮他那一身的防御法器 和护体原理 接着冻穿了他的头颅 咔嚓 他那头盖骨都被掀飞 带出一碰星红滚烫的鲜血 这位在大楚赫赫有名的刀修 竟然被苏义一弹指斩杀 临死 他手中刚扬起的青色长刀 都没能来得及斩出去 最终连人带刀 从虚空中坠入那浩浩荡荡的天蓝河中 全场寂静无声 那些大楚修士脸色齐齐一变 都用冰冷又忌惮的目光扫向苏义 瑞辰静虽然在他们这些人中 实力只算寻常 远不如远附近修士 更无法和妙化夫人相比 但能够一直击杀瑞辰静的人 至少也得有远附近的修为 和苏义这样一个壁骨静少年 却轻松办到了这一点 这让谁能不惊 就是妙化夫人 都不禁眯了眯漂亮的眸 玉蓉明灭不定 这小子果然不简单 凌云和眸子泛起一抹量子 低声穿衣青衙 或许我们师徒二人 真的可以当个看客 好好看一看这一场热闹了 之前苏义有恃无恐 可却让人摸不清楚的 一个壁骨静修士 究竟哪里来的底气 敢去和一正大楚修士对抗 而现在 凌云和银约有些明白了 甚至有些好奇 在接下来的时候 苏义会亮出怎样的底牌 根本不必凌云和提醒 青衙一对水灵灵的大眼镜 都不戴眨的 禀惜凝神 思维恐错过任何细节 苏义弹指杀敌后 绿眼关闭鼻关心 坐在那岩石之上 怡然自得 哼 蒙地 天穷那积蓄已久的 黑色劫云深处 响起一道惊雷 轰隆隆在这夜色之下 滚荡而开 也打破了这场 忠臣们僵持的氛围 这一瞬 末地有一道身影悍然出击 这是一名灰炮老者 身影消瘦 眉目沉眠冷立 铁墨渡 原府境中七修为 大楚云郎剑阁内门长老 他修行至今已有二百六十余年 大道根基雄后 修炼的乃是枪术 且已催炼出天阶上品狂艳道运 一身战力之上 在大楚云附境中 足可名列前十 哼 铁墨渡府一出手 便催动一干名黄黄的金色长枪 隔着数十丈距离 朝山巅上的苏翼刺去 刹那间 直死天火来袭 一道锋利无匹的枪锋 带起分跨山河般的恐怖火焰 那片虚空 都出现一道笔直的娇痕 触目惊心 众人牟子皆齐齐发亮 这一枪绝对堪称惊艳 有贯穿一切 无无不分的霸道威势 凌云和牟子紧紧盯着苏翼 面对一位袁府静修饰着焚天一枪 他又该如何化解 就是袁恒心中也猛的紧绷 面对这袁府静修饰的一击 让他的心神也受到影响 感到压抑之急 目光下意识看向了苏翼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有声文学播讲 请关注我们们频道 谢谢 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宇 眼波 魔仙 魔力 第四百一十四章 和尚和刺客 就在当元昂目光看向苏翼那一瞬 苏翼出手了 翁 他探出一只如同白玉般的修长手掌 一股无形的道运随之在掌指之间弥漫 远远一看 他那抬起的手掌流淌如梦似幻的青灰 仿佛一尊轻欲雕琢而成 轰 虚空中猛的响起巨大的声响 就仿佛天上神奇探向人间的手印 带起如同巨大磨盘碾压虚空般的轰鸣之音 就见一道足有仗许范围的巨大掌印 横空而去 在这掌印前 破空而至的那一抹狂眼枪风 便如指胡似 砰得一声寸寸爆战溃散 轻刺掌印碾压虚空 四缓十块 净之朝远处的铁磨度拍击而去 去 铁磨度大鹤 手中金色长枪扬起 只死一道耀眼的火柱拔地而起 迎上青色掌印 结果 他那足以挑翻一座大山的力量 却仅仅只让青色掌印一颤 然后继续压迫下来 那金色长枪都被压得猛地弯曲起来 铁磨度脸色骤变 游字不信般 历声长笑 那瘦削的身影轰然膨胀开来 条条肌肉炸裂 如同铁水浇灌 身形猛的暴涨 达到了接近三丈的程度 只死远古蛮神般 气息恐怖无边 蛮象霸体术 这是炼体一脉的秘法 也是铁磨度的压箱敌手段 施展之后 他那一身实力 也随之暴涨一大截 然而在众人震撼目光注视下 苏语那一道青色掌印就如不可抵挡般 显示压迫的那一杆金色长枪倒是飞出 而后任凭铁磨度如何催动力法 甚至穷尽一切潜能 都无力阻止那不断压迫而至的青色掌印 咔嚓咔嚓 轰鸣如惊雷 烟霞滚滚中 有骨头爆裂的声音传出 就见铁磨度的身影 猛得倒是出去 足足在十多帐外才站稳身影 而他模样以凄惨至极 就像被磨盘碾压过似的 浑身肌肉破裂 筋骨都不知断裂多少根 鲜血鼓鼓流淌而下 一掌而移 重创一味掌握天界上品强义的原辅靖修士 思 场中响起一阵倒戏凉气的声音 众人皆色变 对着一目睛的瞪大眼睛 一股靖而已 怎会拥有如此逆天的实力 这一掌 这些大厨修士看向苏义的目光 直此盯着一个怪物般 闲满不可思议 须知 铁磨度可并非是寻常的原辅靖修士 他拥有原辅中七修为 好掌握着天界上品强义 就是同镜人物 都极少有能够和他抗衡的 可现在他却被一掌重创 那等一幕 自然就显得格外震撼人心 凌云和内心也是震颤不已 禁不住看了一眼身边的青崖 他这徒儿 也是个修道的小妖孽 在宗门内 纵观以往八百年岁月 都找不出一个能与之媲美的 青崖同样有跨境击沙云 附近修士的实力 可却无法像远处那青袍少年一般 能够在一掌之间 便轻松重创一位原附近存在 而对于这一切 苏毅根本不在意 他目光再次看向天穷 天穷上 劫云滚滚 雷霆激荡 又耀眼绚烂的劫雷垂落 这一场属于清晚的化形之劫 终于来临了 哼 衣挂如铺般绚烂缤纷的劫雷落下 声势浩大 远远看着 便让人头皮发麻 胆战心惊 无边的劫难毁灭气息 随之在这片虚空弥漫而开 这一瞬 苏毅敏锐注意到 轻板一对眸变得淡漠冰冷 在没有以前在自己身边时 那楚楚可怜 呆萌柔软的神韵 一身气息反倒变得清冷而肃杀 绰约的身影泛其滔天的幽冷寒光 引然似一位幽冥中走来的女皇般 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威严 她红裙飘液 身影掠空 探出一只晶莹雪白的拳头 于虚空一敲 哼 那一挂如铺般的绚烂劫雷 被硬生生凿开冲散 化作梦见溃散的光雨 从她那绰约身影附近飘洒而下 一时间光雨如雾 让清晚那绰约的身影 平添一份虚幻而射人的气势 苏义谋则泛其异彩 清晚的来历 本就极神秘 其灵体最初即活在一块神秘的魂域内 而那块魂域 则来自血涂妖山深处那空间避障 另一端的世界 而苏义早已了解到 那片一见名幻天明大陆 换而言之 最初识的清晚极可能是来自天明大陆 眼下清晚展现出的力量 一方面和修炼师方修罗经有关 一方面也和自己的指点和传授有关 但更重要的是 清晚自身的灵体本就纯净无比 拥有极神妙的未知潜能 这一切加起来 让清晚度结实 展现出的风采才那般强大耀眼 也不知此次踏上原道之路 能否让清晚觉醒一些生前的记忆 苏义暗道 郑子思寸 远处忽地产生一阵原力轰鸣 贫僧法须来领教道友高招 就见一身影高大威猛的僧人 凌空踏步 朝山巅冲来 其声音如红中大旅般 响彻夜空 法须和尚 大厨七雷禅宗内门长老 原府静后七修为 修炼七雷炼体术 是明镇天下的炼体一脉顶尖存在 此时 当他出动时 浑身如同神经铸造般 一道道雷霆轰鸣之音 从他四肢百骸 内脏骨骼中响起 整个人宛如今身罗汉将士 佛光赤上 多 法须舌战春雷 神色装促 抬起双手 与虚空结印 轰 一只金灿灿的石杖佛印横空而起 那佛印涌动着赤 青 黑 白 紫 黄 灰漆正雷霆电光 毁灭七夕恐怖惊人 七雷宝平印 法须俯一出手 竟是直接动用压箱底的绝学 无疑 之前锐沉静的死 以及铁末度遭受的重创 让法须早已是苏一维头等大敌 没有任何小触 哼 七种雷霆荣于一道佛印之中 那灯毁灭未能 让身为妖秀的圆衡都毛骨悚然 有窒息之感 死 苏义眼中无喜无悲 他那修长白皙的手掌横空一压 顿时有一片星辰剑气呼啸而起 灿然夺目 兵分归立 比兵炼体力量 苏义奇可能怕了 就如他此刻所施展的 便是摩门一脉的古老传承重心剑齿 融合五行绝品道运 为能无边 轰隆 星辰剑气如若木盘般 轻而易举便将那几雷宝平一碾碎 在虚空中猛地炸开 法虚和尚神色空气凝肿 他也来不及闪避 双手横空 如罗汉拖印 硬汉这一击 哼 在众人目光中 法虚和尚生生吃了苏义一掌 竟然纹丝不动 没有受到丝毫伤害 挡住了 那些大楚修士 正要松口气的时候 就见到法虚和尚脸上 忽然浮现一丝苦涩 惠然常叹 阿难尊者言 我见如来举臂屈指 为光明权 要我心目 今日我的法身崩坏在这一击中 方才领会何谓要我心目 愿来是入空门时 常住无知心 修大惩法 在无业障 喃喃自语声中 众人惊骇看到 法虚身上出现一道道细密如主网般的裂痕 就如军烈的瓷器平般 最后咔嚓一声 法虚和尚的躯体禁术化作碎片 村村炸裂开来 在虚空中悉数飘洒一空 原来 苏义这一击 直接将法虚和尚的躯体 修为神魂禁术击碎 那等力量 由于过于霸道 让法虚和尚看似挡住了 实则其通体内外 早已彻底崩坏 至此 这位齐雷禅宗的内门长老 紧跟瑞沉静之后 云落当场 远处那些大主修士 接近的头皮发麻 手脚发凉 便是妙化夫人 身影也微微一僵 眉眸一片凝重 凌云和倒吸凉气 苏义这一击 直接震杀一位原附近后期的佛修 要比刚才重创铁末度那一幕更震撼人心 青牙呆呆地望着苏义 大大的眼睛浮现恍惚之色 难道真如那位妖修朋友所言 她的主人是天上的仙人不成 然而 就在苏义灭杀法虚和尚之后 一道虚幻般的身影 诡异递出现在苏义背后 手中一柄黑色匕首 蒙得刺入苏义背部 这一幕发生太快 场中不少人都处于震撼中 哪会想到会突兀发生这等事情 唯独妙化夫人 唇边浮现一抹笑意 偷袭刺杀苏义的 乃是大楚间患宗的副宗主冯尹 被大楚修行界公认是天下最厉害的三大刺客之一 之前法序和尚在民面上出手 以吸引苏义注意 而冯尹在悄然隐匿在暗中 等待一击必杀的机会 而现在 这一场刺杀就将成功 此 冯尹手中的黑色匕首 刹那间而已 就刺入苏义背部 刺客将就一击必杀 这一击中 冯尹将一位刺客的能耐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且他手中的匕首 乃是牵幻宗独门秘宝 刺激时 能够将一切力量内敛 以达到无声无息杀敌的目的 眼见匕首顺利刺入苏义背部 冯尹脸上刚浮现出一丝得意和欣喜 只听当的一声俱响 他那一柄锋利无比的匕首 在刺入苏义背脊时 就如此在坚不可破的铜墙铁壁上 发出金戈娇明般的碰撞声 不要说杀人 便是刺进去一分一毫都做不到 这怎么可能 风吟眼睛圆荡 难以置信 而此时 苏义转过身来 眼神深邃淡漠 如是蝼蚁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有声文学播讲 请关注我们们频道 谢谢 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宇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四百一十五章且看得杀敌如杀鸡 这家伙的肉身怎会如此强大 难道已经修成了破坏之身 冯尹心中震颤 牵幻宗的独门匕首 足以轻易刺碎顶级的原道灵兵 可现在 血净被挡住了 不好 立刻逃 而就在苏义转身看过来时 冯尹瞬间身形一晃 化作一道黑芒 远远逃窜而去 苏义曾可能会让他逃掉了 他屈指一旦 仿似轻浮尘埃 信手捏花般 看似轻飘飘 毫无力道 可当手指点在冯尹身上时 这位号称大楚三大最强刺客之一的 原辅境修士 身影猛的一颤 而后 其躯体旁的一声炸开 化作如沙力般的细碎血肉 扑鼠鼠从虚空中飘洒 一指 碾碎冯尹 斯 远处响起倒吸凉气的声音 许多人甚至没看清两人的交手 冯尹就已经死了 第一个出手的瑞辰境 乃是壁谷境大圆满修士 被苏义弹指灭杀的时候 并未让那些大楚修士太震撼 可当看到法虚和尚 冯尹这等在大楚境内堪称顶尖的原辅境强者 都被苏义在一掌 一指之间灭杀 那等震撼可想而知有多大 毕竟 谁都想到那些和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在苏义这样一个壁谷境少年面前 却宛如楼一般 不堪一击 而直至此时 才不过片刻功夫而已 先后便有瑞辰境 法虚和尚 逢隐三人被杀 也莫斗也遭受重创 那一幕幕 让得其他大楚修士 再不敢小去苏义分毫 这少年究竟是谁 为何以前从不曾听闻 这世上还有这等逆天之辈 难道他是夺舍者 不可能 夺舍者纵使再强大 可也需要重新修炼 哪可能会如此变态 各种疑惑涌上妙化夫人等人心头 让得他们身色惊疑 一时间竟无一人敢在上前 就如苏义之前所言 敢靠近那山巅十丈之地者 此之前 或许还有人当作笑话看待 可当目睹刚才那血淋淋的一幕幕景象 谁还敢不当回事 凌云何与青崖师徒二人 内心也是久久无法平静 苏义太强了 目前为止 纵使对付冤附近的顶尖人物 也有绝对碾压的力量 这也让他们师徒终于明白 为何被群敌还伺 苏义又能一副视若无睹的姿态了 冤恒内心澎湃 以前在大周 他只听闻 苏义渔乱领海之上 迎光是大劫而入壁谷境 以一人之力 大败群敌 可毕竟没有见过苏义大发神威的风采 而现在他终于亲眼的剑 那等震撼 让他都有虔诚膜拜的冲动 唯独苏义 似仅仅只是灭杀三两只苍蝇般 魂不在意 目光再次看向天穷处 清晚度结已到了关键时刻 也就在此时 远处虚空中 妙画夫人冷冷开口 一起动手 画壁 妙画夫人双袖 飞出两把雪白灵刃 横空展出 啥 啥 只见两道无皮的白色锋芒 似白教武空般 绽放出射人的沙发之气 玲珑双刃 一对古老的原道灵宝 被妙画夫人以具心境修为御用 所显露出的威能 炒乎想象的强大 哄 其他大楚修士 也知道若再不全力出手 根本拿不下苏义 故而当妙画夫人一声令下 他们皆全力出击 他们原本有二十余人 之前被苏义杀了三个 重创一个还有接近二十人 其中原附近修士 便有九人 当他们全力出手 那等威力 其实寻常可比 就见天空之中 宝燕流转 霞光绚烂 将这片天地山河照得通明 飞剑 灵刃 大吉 密服 发售珠般宝物和密法 直死绝堤 洪水般汇聚在一起 浩浩荡荡铺天盖地砸来 这些大楚修士 各个身家殷实 所动用的密法和宝物 皆非同小可 毕竟都是驻足在大楚修行界的一流人物 所拥有的密法和宝物 也注定不是那些散修可比 红龙 这一瞬 无数宝物和密法汇聚 一起朝苏义笼罩而去 让天地为之色变 虚空为之紊乱 便是凌云和这等巨星竟存在 都浑身发僵 感到无比压抑 门心自问 换作是他 都不敢应接这等一击 尤其是妙化夫人的两柄玲珑刀刃 更是锋利无边 如同两道冠日长红斑 所产生的威能也最恐怖 面对这等攻击 苏义谋光淡然如旧 米粒之光 又怎能与昊月真灰 就见苏义不闪不闭 反而主动迎上去 随着他出动 那奇长的身影上下 且绽放出璀璨的青色光霞 只见一层层清光之中 有五行道运的力量阴云其中 到最后 苏义整个身影 都被灿然清光笼罩 宛如镀上一层仙金般 那一身壁骨镜中西的庞大道行 在这一刻被他催到了巅峰 哼 他凌空踏步 直接冲入众多轰沙而来的宝物和秘法中 不管不顾 无惧无畏 霸道强势到了极致 哼 一柄赤色飞剑斩在苏义身上 光与蹦剑 发出金歌焦鸣的声音 完全没能伤到苏义分毫 而随着他探手一抓 那柄赤色飞剑被攥在手中 刺剑灵性腰脚 通体火红剔透 覆盖密密麻麻的云纹图案 火焰汹汹 机微不凡 但到了苏义手中 却如被侵住的虫子似的 随着他手指发力 哼 赤色飞剑从中断裂 爆战如雨 扑 不远处 一个壁骨镜后期修士 直接吐血 赤色飞剑被毁 让他心神也受到牵连 遭受创伤 而这只是第一个 只见苏义每台手一次 就有一剑宝物被击溃 要么被毁掉 要么被震飞 那些大楚修士 一个接一个可血 遭受创伤 满脸尽是亥然 太强大了 他的肉身简直如万劫不换 那些宝物根本就无法 破开他周身的防御力量 有人大叫 当便是妙化夫人的 玲珑双刃斩来 都被苏义挥手挡住 无法给苏义带来多少伤害 这妙化夫人的脸色彻底变了 他那巨星镜中击的修为 都没能撼动对方 这让他如何不惊 可惜 这些大楚修士并不清楚 早在先天武宗镜时 苏义在那群先剑楼仪剂内 便能以一己之力 连杀元府镜层刺的秦洞虚 成真等人 换而言之 先天武宗镜时的苏义 就早已不把元府镜修士放在眼中 而如今的他 早已是一名真正的壁谷镜修士 曾引来诡异大姐 铸就万古未有的这强盗中 一身战力 早比先天武宗时强大了不知多少倍 这等情况下 哪可能会将这些大楚修士放在眼中了 此 就见战场中 苏义双臂一阵 恐怖的元力冲天而起 璀璨的青色神灰 直接凝聚成巨大的掌印 凭空拍下 砰砰砰 足足有两个壁谷镜和一个元府镜大楚修士来不及躲避 被直接拍碎 躯体四分五裂 血洒虚空 妙化夫人等人的围攻之势 也就此被打破 苏义那所向披靡的神勇姿态 让妙化夫人都胆寒不已 彻底意识到了扑庙 快逃 此此不可敌 走 不少大除修士的斗志都崩溃 再不敢去硬听 驾驭法宝就想逃离 但苏义那可能让他们轻易离开了 只见他身影舒展 刹那间 连续出手多次 或以剑气凌空斩杀 或以掌印横空拍击 或凝聚拳印强势红杀 每一击都能轻易灭杀一个对手 甚至他身影猛的一撞 就能把对方连人带宝物尽数撞碎 几个弹指剑而已 便有十余个大主修士被灭杀当场 仅剩下的那六七人几乎吓得胆寒 各自催动秘术 进行逃顿 可这一切都是徒劳 苏义的身影 就如浮光掠影般 每当有修士远远逃顿 他便隔空一箭斩出 与千丈万杀敌 干脆利索 轻松如砍瓜切菜 我愿臣服 为挪为仆皆可饮 一个美艳女子仓皇大叫 惶恐不安 楚楚可怜 可惜 苏义眼神一片淡漠 毫不客气一掌将其抹杀 随着此女被杀 场中只剩下了妙华 扶人和那墨袍挥发的老者 目睹这一切 远处的凌云河都已呆着在那 神心皆颤 手脚发凉 之前 他还有看热闹的心思 好奇苏义该如何化解 这样一场杀截 可现在 当看到那些揭刊成立足 大楚当时顶尖的大人物们 却如丧家之犬般 被苏义翻手之间便一一灭掉 让得凌云河也彻底失态 完全无法淡定了 苏义所展现出的实力太恐怖了 让凌云河这等人物 都不禁感到惊惧和心计 灵杖 我和你拼了 场中猛地响起一道杰斯底里的咆哮 那末炮挥发老者眼睛发红 浑身力量直似燃烧般 施展了一门自毁道行的禁术 试图和苏义玉石聚焚 可他的身影尚在半途 就被苏义隔空一巴掌拍碎 像只胡斑不堪 屈窖和神魂七七炸开 血洒如瀑 之前时候 这老家伙还曾喝骂苏义和袁衡 清晚 视他们狼狈为奸 横戏一气 不知死活 可现在 他自身却如土鸡挖狗伴 被灭杀当场 失失之滑稽 盖莫如是 盖你了 苏义目光淡漠 看向妙化夫人 今夜和他一起前来的大处修士 皆以辅诛 如今只剩下他一人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有声文学播讲 请关注我们们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